但是他不敢相信自己聽到看到的 以為他要看錯啊 但沒想到超查步真的被攻擊啊 而且跟獵人難以置信的事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怨池烈的雲影同在 好了我們再聊到時候 如果是DC目前為止最新的大事件 力為坦絕起 那這個故事的開頭呢 他也有很多故事做鋪陳 然後我們今天開始就是 動作漫畫第1007期的故事 呃之外還會有個特刊啊 那這原則上都是我會整理好 跟各位講的故事內容 那一樣呢 我知道有很多人希望我快點做 狂修蝙蝠 或是 毀滅日時鐘 但是 官方還沒跟 所以各位不要吹跟 那那個叫我自己畫的 呵呵 真的太幽默啊 因為這次的故事量非常的龐大 所以我會進行非常大程度的壓縮 那如果各位想要去品嘗 講這故事的原汁原味的話 我還是強力推薦各位去閱讀原作 這也是我非常喜歡 下一集我會提到的內容 好啦 我們前言少趣 直接開始這次的影片吧 Let's go 超人動作漫畫系列中 一直隱藏一個神秘組織 這個秘密組織 不僅控制大都會的地下網路 甚至高坦士也被他們控制著 而這秘密組織即將走入大眾視線 吉米被新認識的女友 帶到某個宗教集團的集會場所 這裡的人瘋狂的相信 卡拉利世代能夠終結人類的罪惡 在眾多人中 唯一理智的吉米 決定採取最不理智的手段 他當場就拿起相機猛拍集團的真面目 收集足夠的照片後 他拔腿就跑 接著腦粉們開始追殺吉米 而他才剛跑出集會場所 偷脫的場所就發生大爆炸 強大的爆炸威力把吉米炸得老遠 面對這般恐怖的危機 他卻一刻也沒停止拍攝 光速散去後 剛剛還裝了幾十人的邪教大樓 就這樣消失的無影無蹤 隔天一大早 爆射的老闆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時 吉米已經躺在沙發上 本以為吉米會立刻把他 拼死拍到的獨家拿出來 沒想到他居然私藏幹貨 並灰頭土臉的回到自己的辦公桌上 而他等待的那個男人終於出現了 柯拉克肯特 柯拉克跟路易斯 或許是整顆地球上 他最後能夠相信的人 而此時 路易斯終於和許久不見的 關係不太好的父親見面了 路易斯的父親 是國際情報組織的秘密特工 他一向跟人的關係都不太好 就連跟自己的女兒也是 另外他跟阿曼達一樣 都不信任超級英雄 尤其是來自外星球的 更是根本不能接受 我的丈夫就是超人 路易斯本來打算在結婚前 跟父親攤牌 可惜他們一直沒機會談話 接著路易斯把他跟超人的種種 一五一十的告訴父親 還告訴父親 他的孫子現在很開心的 在宇宙冒險找爺爺玩 這些訊息的CC量太過龐大 父親一時之間無法接受 女兒偷就走了 而CC量過大的 還有同時還墜落了這顆名為 阿曼達的肉球 接著阿曼達只要摔成爛泥石 超人救了他 而這次還是阿曼達第一次大喊 超人救我 阿曼達並不清楚是誰把自己推下來的 但他需要超人先去救上面的人 超人一上去就看到一圈強大的藍光 剩下的什麼都沒有 正當超人準備更進一步了解藍光時 他被身後的求救生拉住了 超人立刻救下大樓中剩下的人 沒想到他一落地 阿曼達人就不見了 而且就算超人又上透視野和X光 一樣看不到阿曼達 阿曼達宛如人間蒸發一般 這種令人無法理解的情況 著實令超人有些頭痛 外面轉換到位於哥倫布的超查布 超查布的第一歐 這是DC宇宙最機密的情報組織之一 骷髏 現在是這個組織行動部門的代理長官 骷髏找來斯特蘭奇 準備跟他上議索德將軍儀式 但兩人的話夾子都還沒打開 一個巨大的身影就擋住兩人的去路 骷髏要求隊員全部戒備 並要對方表明身份 可他收到的回覆 就是強大的藍色光束 雖然斯特蘭奇 即時救出了骷髏跟部分手下 但卻還是有許多人難逃一死 安全落地後 骷髏跪地吶喊 他會自己的手下悲鳴 外面轉換到另外一處 一位黑髮女子 精神緊繃的走入建築物內 他來密會一位老友 萊恩 是剛跟路易斯分頭的父親 兩位情報大佬坐下來促膝長談 萊恩告訴阿曼達 這麼多年來 或許他的女兒今天正對改變他的觀念了 或許超人類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噁心 阿曼達則告訴萊恩 他又遭到暗殺X特種部隊 已經失蹤 接著兩人一口同聲問道 你把我找來有什麼事 瞬間 他們知道中計了 兩人立刻逃出暗房 並要整棟大樓的人 逃 屆時危險的藍光再次出現在兩人身後 畫面轉到大都會空中肯特夫妻 路易斯非常滿意他私人的空運服務 這可是超人妻子的特權 超人則是羨慕路易斯能夠在空中打稿的功力 身為一位全職YouTuber 每天我愛的寫上12個小時的我 也覺得好羨慕啊 路易斯跟柯拉克再次回到星球日報 他們前來找吉米 疑神疑鬼的吉米 現在只能相信路易斯跟柯拉克 夫妻兩人費了不少功夫 才讓吉米卸下心房 不久前他悟觸邪教的老巢 還親吻了邪教的妹子 但重點是 有個危險的東西正在醞釀 他們現在很危險 聽完這些內容 夫妻知道該把吉米送到哪裡了 阿凱恩 瘋人怨 沒有啊 畫面轉到阿曼達這邊 藍色的光束後 整棟大樓被炸垮 阿曼達使用先進的科技保住性命 另一邊蓮恩也爬了出來 他使用跟阿曼達一樣的科技 才苟活下來 我們想到阿曼達突然朝蓮恩開槍 他的目的是要把蓮恩暫時空在地上 好讓他身後的怪物把他帶走 絕望的蓮恩 眼角留下一滴淚光 最後喊到自己女兒的名字 後面轉到夫妻兩人的公寓 他們安頓好吉米 路易斯本來打算告訴克拉克 稍早跟父親談話的事 但他突然看見超查部哥倫布的新聞 這令人意外的事情 打斷了路易斯本來的話題 超人在使用超級勢力 假X光動視哥倫布 原來超人也早就知道超查部被攻擊了 但是他不敢相信自己 聽到看到的 以為他要看錯 但沒想到超查部真的被攻擊了 而且跟獵人難以置信的是 阿曼達居然出現在他們面前 秘密組織大事件立為坦崛起 去章1 1 狗狗們 飛歐 好了我們看完序章的第一集了 各位還喜歡嗎 那這次的故事呢 正如我影片開頭講 他的鋪層非常龐大的 如果說各位自己有興趣看的話 那我這邊提供書單給各位看 你想要正確入坑 前面先看動作漫畫 1007期 一直到1011期 接著你可以看 This is the year of violence special 還有一些立為坦的超人特刊 這三個作品全部補完呢 你就可以正式走入立為坦的大事件啦 如果沒有時間補也沒關係 就等帥狗跟吧 帥狗會慢慢的把這些序章全部跟完 我知道會有觀眾想看那個 別複最後的騎士 跟 DC的新殭屍的看 但 不是我不跟 我會比較取向先選擇 族宇宙的故事 讓各位可以一直銜接在族宇宙這個線上 所以這兩個作品之後 我再看情況吧 我再來回答三位觀眾的問題 好的 首先第一位是潘承偉 哇 你的問題很長啊 然後詢問的作品是 蝙蝠俠 黑暗騎士歸來這部作品喔 我簡單的解讀一下你的問題 為什麼政府要打壓超級英雄 而且眼看質感越來越差 他們居然沒有選擇改善 好 有關你的問題 其實我們要先解讀就是 黑暗騎士歸來 它是四個短故事形成的作品 那每一個故事 我認為他想要闡述的核心思想不同 第一個故事是跟雙面人交手 這個故事講的是烈根性 我們就舉雙面人為例喔 他接受的治療 不管是心靈或是外科的治療 看起來都非常完美 但是他的心靈 依舊是無法靠心理醫生去救的 哈維整個人是沒有改變的 那老爺自己也是一樣 他都已經快60歲了 退休了10年 最後還是回鍋繼續當蝙蝠俠 第二個故事是變總幫嘛 那這個故事的核心 我認為我們得有效解讀高登隊 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理解 他為什麼會怒打珍珠港呢 其實就是為了殺雞儆猴 那第三個故事喔 我認為是老爺最私人的故事啊 他跟小丑這位老敵人 最後一次的交手 那這一段故事呢 我認為我只看到混亂 單純就是混亂 那要說這段故事有什麼特別 值得我們去挖掘的內容 我認為應該是老爺呢 在最後面對小丑自殺之後啊 他朝他臉上吐口水的行為 然後他就這樣靜靜的抓到小丑旁邊 當時他心裡到底在想些什麼呢 這部分尤其有趣 然後小丑將變不暇的處境 推到一個極度危險的狀況 警察認為是老爺殺了小丑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跟超人的交手 那超人這部分我認為 他想闡述是自由的思想 因為在老爺來看喔 其實美國政府之所以會打壓超級英雄呢 首先有一部分人認為那些超級罪犯 會出現是因為超級英雄的關係 如果沒有他們 這些跟他們對立的罪犯也不會出現 特別是高譚啊 更是如此 另外就是呢 超級英雄這種異警的行為 本身就是違法的 那麼新來的女警官呢 就是如此看待蝙蝠俠 另外就是 這些異警的行為 有些時候影響到政府部門的權益 所以政府部門不想犧牲自己 只好犧牲超級英雄 因此呢 超級英雄淪為體制下的犧牲品 那DC的多數超級英雄 無法接受自己淪為這樣的處境 所以選擇離開 我記得沒錯的話 綠燈俠也是這個樣子 他是認為 欸 怎麼地球搞成這樣 我乾脆不呆了 就離開了 所以美國政府為什麼願意放任那些罪犯 為所欲為 然後回頭來打壓超級英雄呢 我認為是因為自私 這部分呢 在第二段的故事提現得淋漓盡致喔 市場候選人呢 他為了提高自己的民調 還不惜禮帶變種幫的首領 做做秀 然後通緝蝙蝠俠 就是這麼簡單 好 第二位觀眾 林逸龍 請問你跟第五研究所是什麼關係 哇 這問題問的太好了 我請一個專業的來回答你 嗯 沒錯 各位觀眾又是我 口龍黑熊大 怨 Х э mac 遨 凌之any 噢 Mc 嘩 耶 再別人的影片不要這麼長 象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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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 大家天有窩嗎 負編鑽 koń狂 confused 但是 trash 無件事到底是不是 嘿看 в populace 其心bab 這場下秋風走 帥狗會看TTGO的那個搞笑動畫嗎 你個人感覺那個動畫怎麼樣 我有看一點點 就是太ㄎㄧㄤ了 真的太ㄎㄧㄤ了 有些時候ㄎㄧㄤ到我就有毒 我是跳著看的 可能是電波不對吧 好的 這次就回答這三位觀眾的問題吧 好啦 以上就是這支影片的全部內容 喜歡各位喜歡 一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照顧一下兩大魔王 訂閱鈕個鈴鐺 這支鈴鐺一定要K掌才有用喔 如果這支影片不錯 也請幫我分享給你一個感興趣的朋友喔 然後如果你覺得帥狗的頻道真的非常nice呢 歡迎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就要訂閱鈕旁邊 加入頻道會員呢 你就可以接受很多小小的福利 也可以幫助帥狗穩定更新 對於我們雙方都是個非常好的互惠 那麼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See you